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黄小虎演唱的不只是朋友 那1963年生于高雄市沿城区的黄小虎 他本名叫做黄春凤 在家里排行老妖 他自小就喜欢音乐 小学的时候就进入了 并非一般家庭小孩 能参加的这个合唱团 这个虽难得的机会 让他更努力的表现跟学习 那1982年黄小虎因为一个 代班PUFF的助唱机会 展开了PUFF演唱事业 这不仅支持黄小虎对于歌唱的狂热 更因为PUFF助唱累积的经验 确定了黄小虎精湛的歌唱实力跟技巧 1989年 黄小虎跟可登唱片前约 他在世界等着我们这张合集当中 发表了一首单曲 《你是我的最爱》 但是由于这是合集 而且黄小虎在合集里面 他仅有一首歌 因此在这个世界等着我们 这张合集发行之后 还是新人的黄小虎 并未受到这个媒体 跟市场上的注意 后来黄小虎因为参加了 这个亚洲歌唱比赛脱颖而出 让他能够代表台湾到香港 跟这个来自韩国 日本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 12个国家的优秀选手 进行决赛 那在这次的决赛里 黄小虎获得了第四名 亮丽的成绩 因此获得了可登唱片的肯定 跟重视 那1990年8月 可登唱片就为黄小虎 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不只是朋友 那黄小虎 以他这个特殊的嗓音 浓郁的唱腔 还有这个充满情感 而获得了这个听众的肯定 并且因此而获得了 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那1992年5月 可登唱片为黄小虎 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分不到你的爱 是因为他这个独特的声音 开始受到海外媒体的注意 于是黄小虎就展开了 一连串的这个海外宣传工作 逐步培养歌迷 那1993年到1994年 这两年里 黄小虎连续发行了三张英文专辑 但因为从小受到这个西洋音乐的影响 以及出道前在Pub演唱的经验 那黄小虎拥有这个双语唱功的能力 那即使是出了多张专辑 多年来 黄小虎依旧维持在Pub巡回表演 1995年10月 黄小虎举行的这个全台三场大型的 这个售票演唱会 让他的这个演艺事业达到了巅峰 那2002年中 因为从事这个水泥工作的这个 肖黄其爸爸到黄小虎家里来装修 就向他推荐了 当时还是独立铸唱歌手的肖黄其 黄小虎看了肖黄其的表演后 就深受感动 于是就带着肖黄其全台各地的Pub去应征这个铸唱歌手 还自己掏腰包帮他打点服装 那后来也引荐肖黄其进入新的唱片公司 那肖黄其很感念的说黄小虎在他生命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那后来一起在台湾跟世界各地方铸唱 到了2009年肖黄其为了回馈这个黄小虎的提息 于是他把自己作曲的那首没那么简单转让给他 也成为这个黄小虎转头华纳唱片的这个投名状 2017年黄小虎参加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录影 那担任客座评审 那因为黄小虎对于这个参赛者都是严格锐利的讲评 而被这个主持人陶金银封为这个灭绝师态 那黄小虎在这个选秀节目里多次示范歌唱技巧 以及上台演出 因为他独特的浑厚嗓音以及特殊的这个中性造型 让他获得许多年轻观众的回响 那媒体曾经访问黄小虎铸唱十年的PUB老板徐李平 他说黄小虎在这里铸唱了十年 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把全场都唱哭的人 他会让你觉得他好像很靠近 而且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方式也很另类 演艺圈里的艺人通常比较会掩饰自己 但是黄小虎不会 他很直接 因此有的时候常常会得罪客人 甚至会干掉客人 但是没办法 他就是这么一个直率的人 那对于自己多年来在PUB演唱时的这种特殊风格 黄小虎自己说 他说因为我很专心在唱 所以你们也要很专心的听 那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人家都叫我女造船 甚至还以为我是女同性恋者 当初我也很在意 因为谁愿意站在一个镜头上面 或者说就是被人批评说自己长得这么丑 尤其是女生 那谁不愿意出来就被大家认成是林志玲呢 那黄小虎说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说书人 我用我的声音然后去唱出各种不同情绪的歌曲 去说一些不同故事主角们的这个遭遇 那对于在PUB里面客人的点歌 黄小虎坚持必须是那首 让他唱出来的歌 同时也能够有同样真实的感动 他才会答应要唱 那如果有观众坚持 一定要听到那首歌 黄小虎就会直接告诉他说 我不会 那黄小虎可说 有些业者他会去向客人解释说什么 哎呀不好意思啊 这位大哥啊那个怎样啊 怎样的 那但是他 黄小虎说我没有那么多废话 表演之前我都会先表达立场 你可以点歌 但是我也可以选歌 所以这么多年来 会坐在PUB里面听黄小虎唱歌的人 就是懂黄小虎的人 请不吝点赞